跟民眾黨有一些這個往來 那的確大概就是這樣 前剛挺過罷免難關 金龍市長謝國良 現在又親上火線 因為週刊爆料 袁柯文哲的私將隨身典禮 竟然也記下謝國良兩百萬 明天的投票讓我們決定 到底我們要留下一個 什麼樣的臺灣給下一代 兩百萬到底哪裡來 時間點疑似就在這場演講之後 週刊報導謝國良家族親戚 二零二年聽完柯文哲和高宏安演講之後 大受感動 決定捐款給民眾黨兩百萬 想讓柯文哲交個朋友 隨後透過謝國良 請抽配零拿兩百萬捐款給民眾黨 不過沒有依規定登錄政治獻金 讓謝國良接下來 可能遭檢方傳喚出庭 事件曝光 網友討論 那我相信就只有很多民眾 對基隆很多地方需要改進 去年謝立功有意繳逐基隆立委 但是最後關頭退選 我擁擠疑難道是因為 謝國良家族有捐錢 才讓柯文哲要求離讓 甚至打趣地說 是否新臺幣兩百萬 等於一個 謝立功 謝立功在臉書表示 心情複雜且感慨 看到週刊內容 指出是發言二零二二年 如果相關事件發生 在十一月二十六號投票 以前那麼問題就複雜了 希望檢調盡速查明 四常貓也提出質疑 若真是被迫離讓受害者是退選 立委的謝立功 還是二零二二年最終沒選 基隆市長的邱成遠 臺南的八十八槍槍擊案 四常貓分析時間就看起來 被賣掉的像是邱成遠 還同步揣測柯文哲在回補他 一個新竹代理市長職位 針對相關爆料 別件表示不予回應 所以柯文哲 避案風暴越燒越大 那一筆金流有問題 似乎一一攤在陽光下 三天新闻抽文由桃林中華 台北相報報導 開場 二三 四 六 六